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再度的开放 四大祭司工会合组的猫孔缆车鉴定团队 在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调查之后 他们现在是建议 希望可以优先考虑迁移塔住 不过如果真到迁移的话 工时至少要花上两年 而在刚才好龙斌则是表秀 一切等到报告在12月12号出炉之后 那么再来谈 我们会遵照四大祭司工会的建议 我们立即进行边坡的整治 还有塔住加固的工作 那我们这两点是 四大祭司工会一再的强调 这两点是就是让居民安心 让市民安心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会尽快来做 而且我已经要求我们相关的单位 这两项工作 我们务必要在今年明年的六月以前 能够完成 因为明年六月的时候雨季就来临 那第三个就是边坡整治 还有塔住加固这两个工作 就是我们猫懒是不是能够正式营运 关键的因素 所以在边坡整治 还有塔住加固这两个工作 没有完成 我们整个的安全 不能够让民众安心之前 我们猫懒 我们要继续的停死 好 我们看到